然後到對渡的港口 就是說你不能隨便從台灣任何一個港靠岸 那時候漢江的五湖門 就在福建有個叫漢江的地方 那個五湖門是跟今天巴黎分的港口對渡 可是因為那個地方現在很多沙都淤淺 所以那個地方已經沒有辦法停大船 後來在1860還清潮中葉才爆成的淡水 也是為什麼當時也有人說 法軍為什麼不打巴黎打淡水 因為巴黎那個地方全部都是淤沙 只要你一靠近你的沙子就可能 大家有沒有知道 沙岸其實是不適合靠岸的 因為沙會你的底下的那個海船是會尖底的 吃到海沙如果去卡到那個沙子是動不了 那這個地方就自然成為淡水河口 跟台灣海峽造界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漁場 因為它有很多有機物質會從淡水河口傳出來 然後會跟這個地方做很多 有很多小魚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還有很多大魚也會在季節交貼收 不同季節有不同的魚 所以我們的先民就很聰明 利用這個這個地方 這個是不是淡水河口 然後你們如果一般如果做到 魚人碼頭現在是從這個地方 然後出去你就會被海巡坐阿牢 你要轉回來這個地方 然後到淡水的那個第二漁港 所以這個地方以前叫魚人碼頭 叫第二漁港 這個地方就是剛好是淡水河口的地方 那前面這個地方這個角就是這個淡水河口角 所以我們有人說虎貝虎貝 有沒有聽過這個名詞 就是因為有很多食戶不會在淡水河的魚巴 有一種說法啦 人家說你這樣說不對 漏漏漏要吃就沒有了 那雞人叫虎頭淡水叫虎貝 冬天的時候我們撿幾個就沒有虎了 我也知道 但是我這樣說人家說騙虎的 缺責沒有人相信 的確是如此 他們還有他們自己的說法 今天就不說 是利用的 不是很常用的 此沒有人聽到 可以仔細講